字幕 李宗盛 第六集 gives a live action 歌曲 字幕 李宗盛 大家,是幾共心愛香港這個國家 香港這個國家 香港這個國家 喂喂 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2月2日 借 猜不到 中原集團 這個施永青 都說啦 靜海猴路線 為打擊香港的經濟 無所不用其極 去剝習近平這隻 天滅中共 全黨史青江 那看回這篇文章 實在是 真是正 講完之後 許正宇和李家超 彈了起來 因為靜海猴厲害 有一隻金手指 剛好築入S號 不是 S那個洞 S兩洞 錢 剛好跟你講錢 不是講政治 S號 S洞 以及 引用人酒茶梁振英 施永青 永青老師 最厲害的東西就是高級黑 以子之矛 公子之盾 那你不是破盾 話說 他好像跟你獻祭一樣 但是講講講的時候 其實大家已經隱約意會到 天滅中共 全黨史青江 這裏是這樣說的 美國是會切法廢除香港的金融角色 這裏好像是向你提出警告 實質就是指向這個習近平 說他擔牛屎 八百里路不換堅 不懂經濟 搞到鬼哭神號 天滅中共 全黨史青江 還有 最厲害的一件事 他不用自己把口說出來 就引用內地民眾 這些就是靖海猴路線 正如之前靖海猴都在說 有些人 這個 那個 犯法 國安法 這些沉釁滋事 紫桑麻滑 多厲害 但是鄭雁孔 由於跟他們互相 已經是地方官僚了 勾結了勇士後門入閉宮 如何去顛覆朝政 取習近平九命 所以 暫時來說 都是不會處理這些事 不過暫時暫了很久 都已經兩三年了 那不要緊的 有這些聲音 我們是歡迎 我們一齊來聽聽這個 施永青 如何添滅中共 全黨史青江 那就是說 原來 小紅書說的 金融中心為止 是啊 施永青引用 他都有看小紅書 當然了 你要看看內地的民眾的趨向 不是去內地的佣金 各樣怎樣搞 喂 但是小紅書 應該抽稱一下 他用欠人佣金 未放還的 說什麼 不是 那些不算 要交了樓才算 嘩 這樣都可以的 家民奶後就有 內地網民說的 那他們就說 香港是什麼 打卡 那些人 耶 在哪裡 去國際金融中心 當然是 真是國金 IFC 常常呢 以前就說 大時代 鄭少秋那些 那去IFC 恆枝 今時今日真是 本台的聽眾是免疫的 為什麼呢 都說了 恆枝就是國子 我在2019年已經跟大家說了 千萬不要買 什麼都不要買 是不是救大家的命啊 總之 紅親 貼著香港 貼著中國 牌頭的東西 大家就避之則吉 跟中國這個黑洞 越遠就越好 賺錢你都不要走進去 那就可以了 沒有人傷到你分毫 你要保守你的心 勝過保守一切 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法出的 但是 施永青講完這些東西之後 你知不知的 中國大陸就經常有禁書 結果禁書 那個名單本身 自己都成為禁書之一 因為知道人家禁什麼 那你現在 是不是真的撩人倉疤 故意這樣 Anyway 他引述就引述 故意這樣說 嘩 永青經常這樣 嘩 我聽到啊 那些呢 說香港已經是金融中心為止 聽到這麼 鞋人聽聞的描述 我不禁倒抽一口涼氣 你想想 香港這個 曾經有條件 從紐約倫敦 運美的國際金融中心 真是 真是會成為一個為止 哎呀 叫人心驚啊 嘩 講到這樣 特質非常高級黑 這樣做 厲害 引用他人的言語 劍指習近平 永青sir 當然是好事啦 大家想回 即是跟你說 樓市小陽春 跟著自己 扔兩層樓出來 尖沙咀新港中心 那就套現了 你那些港票 不是被他滑到一棟一棟 然後跟你說 哎香港樓市沒有牛市的啦 嘩 跟著即時塌了 香港的樓市 就由他講那天開始 施永青的魔咒 這個 大家信了他的 那就不斷沽貨 但是當時 他又幫這個鄭硬孔各樣那些 那些呢 幫了不少的 中原地產 不是鄭硬孔哪有這麼好啊 有提山買喔 買個好價 風兩水難 是不是 地產經紀佬 怎麼都搭到線的 天地靈通啊 那結果就成為一方的財閥 肥肥伯伯 南位近平工 要去救金山黑米啊 鄭硬孔就在廣東省探世界 是這樣的啦 這個世界是這麼不公平 萬苦不及地頭蟲啊 那永青sir 就好像為你關心那樣啊 他說 為何這麼嚴重啊 不是說什麼惡意詛咒啊 哇 他的詛咒很靈的 一說就靈的了 那時候說沒有牛市 李嘉誠 都要夾著尾巴逃走 不斷沽那些飛揚二旗啊 親海翼啊 整個事被他堆倒了 如果你說阿嘉誠哥 多麼厲害啊 詳實啊 都不及中原一點紅 中原地產才厲害 再加上大家都知道中原地產的個性啦 兩面三刀 美戀都被他滑到一洞洞的 這個就是詩永青的特性 西梨笑面虎 你不是啊 美戀太子女 以為握手啊 大家保守機密啊 結果人家向警委會讀灰 於是乎啦 中原地產的第一對手美戀 啊 即是屎臨尿賴啊 於是乎啦 中原地產 就是重掌地產界一個咯 作為正海猴路線 團派的代表人物 暫時要潛藏的 所以就不敢批評得這麼激烈 你黑強那些不是的嘛 黑強說你啊 六億人啊 窮到窿啊 富村窿啊 每個月一千元都不夠 厄 care啊 就來 但是那時候他才說全民小看 你說啦 正面抽擊啊 黑強說 即是李克強的皮性就是這樣 如果不是都不會有那句啦 人在做 天在看 那目前呢 團派是要痴伏的 因為 黑強的死 對他們來說有些震動 所以你見 詩永青都收斂了很多 只是這樣引用他人的術語 用高級黑的方式表達 那他這樣說的 你小心吧 是有這個發展趨向的可能性的嘛 是不是 即是他不肯定你是為止先 但是至少是朝向這個為止的方向了 那就是之前什麼 柔智及輕啊 說什麼輕的動能啊 怎樣感覺到啊 你這個死鋼頭佬 鄭眼孔 即是很明顯講大話啦 是不是 你想想如果有輕的動能 即是朝向輕的方向的嘛 不是啊 施永青指著這個 是朝向滅的方向的嘛 臨兵鬥者皆震裂在前 滅 急急如律令啊 他又跟你講 講回現實 麻煩 不要講那麼多話 你的許正宇那些呢 扭個頭下去 沙堆裡面 死鬼了他了 他說現實就是 疫情之後 金融業呢 復償好慢 股市交頭呢 一千億港幣都沒有 恆子呢 長期低位徘徊 喏 我不是說了 惡意低價沽貨啊 你幹嘛不按住那些恆子的啊 哪個低過三萬點沽貨的 都要抄家 我看一下哪個夠膽沽 你不是的 你亂來的 由得那些人在那裡沽的 那就是出現今天這樣的現象 所以鄭眼孔無能 任由惡意低價沽貨 全部都是要抄家滅族 Anyway 這裏曾經那些 哎他齊樂你哦 雨後春筍啊 那些中國概念投資基金 現在演期式股啊 即是借了 你那些牛羊那些呢 有什麼四萬點 哎你不要緊要哦 我教你成立一隻新的 沈大師基金 湯敏亮基金 四萬點都來啊 但是永清sir 又跟你講了哦 死硬了 唉香左沒得再出發 大家都是得了包袱扯咯 不過沒有乖乎移民潮 永清sir的倫敦學生宿舍 又有生意了 那很多國際性投資銀行啊 都對香港業務異慶蘭山 疫情之後又離港了 那些高層 也都沒有重新派駐香港 噢 惡意不派高層來香港 這些這樣的外資呢 都是要嚴加處理的 Anyway 由他們高層的言論都已經看到了 將來呢 香港怎樣啊 對啦 向好那邊看嘛 李永清 不要整天說人家壞事 他說只會集中 向這個中國富裕階層 作這個資產管理 帶他們的資金去海外投資的 咦?那就是走資 不是啊 連習近平最痛的那個地方 你都督到 也就是說中國現在呢 是不會再有資金入的了 只會走資的 所以我就說了 你至少閉關所閣 你一閉了的時候 那些外資 至少都留住在那裡 你不是的 信奉那個自由市場那套 不肯禁住他的 你現在走到一棟棟 就不知哪個 那些蠶寵師爺教他了 自由市場就好的 你容許那些人的錢 不斷離開各樣 你不就是叫他放血 哪個那麼會做啊 永清sir那些 經常都提唱的 就是說 如果港府肯做一下各樣 不就是李家超那些無能 要問責的 小心全家屎絕啊 Anyway 出現這個現象的原因 很明顯啊 美方是會全力制約的 那不要這麼說 人家那些內政來的 你的經貿板在人家睹眼睹鼻 最重要的是 走過去騷擾人家那些異見人士 那人家沒有理由這麼不要面的 容許中國那些 就算拜登去不要面 國會都不可以不要面的 你在那裡獵狐行動啊 在美國 在那裡抓那些異見分子 滋擾啊各樣什麼都齊 就算 正如 羅冠聰議員話頭啊 他在英國方面呢 攬炒吧那些 他都說 都要很小心的 雖然最近見到他和 周老闆 周小龍吃個飯 吹一下水 但你會知道的就是 美國已經走了第一步 但是 新委醒我就不知道了 唉 給點東西來看一下 我無時無刻都在包容你了 但是你要有表現 是不是啊 那施永清這裏呢 又講到 大家小心喔 原來呢 以為你可以如常做生意的嘛 一直都 原來不是的 那施永清就是說 你被人針對 如果針對就慘了 即是沒得救了 香港 哎呀 六尋了 原來美方的制裁 不是拿石頭摘自己的著的 即是外交部講的東西是錯的 那怎麼辦呢 他是這樣講的 那美方呢 例如之前貝萊德基金 就試圖啊 向投資者介紹 投資中國機會而已 就被美國議會傳去問話 所以投行就懂做了 就由建議客戶向中國投資 改為建議客戶由中國撤資 原來發生了些這樣的事啊 不是永清sir說 我也不知道啊 大家知道了 但是我覺得美國國會是非常軟弱的 這方面 即是又是拿石頭摘自己的著 他這樣做 絕對是會趨向滅亡的 所以要做多些 我們當然就是支持他的 扶共滅羊的嘛 這個第一點 第二點老婆 為什麼國會是非常軟弱的啊 貝萊德啊 竟然在這裡 宣傳那些介紹投資中國的機會啊 而美國已經發了旅遊警示 保險又不包的啦 你那些 你就是欺騙投資者金錢 理論上是應該罰款的 將貝萊德基金那裡 罰回去幾百個億的嘛 你國會都沒有這樣做 是不是軟弱啊 軟弱的啊 又是拜登政權之下 那些軟弱的操作 給著我 我勒領貝萊德 倒閉啊跟你說 但是不要說這個先 基金界朋友 原來有基金界朋友 那你就幫一下手啦 說兩句啦 是吧 邵永清 叫那個基金界朋友幫一下手 就招一下外資走過來嘛 你也不是的 天天在這裡唱說 天命中共 全黨史清江 於心何忍呢 他唱樓市 李嘉醒都夾著美巴腿走的 他唱中共沒得搞啊 他不像成龍喔 成龍那些呢 就表達友好 那你又要小心啦 成龍一表達友好的時候呢 他申請了入黨 哈 這樣咯 還有馬英九啊 那就是他那些表達善意 你又大鑊的 但施永清那些不是的嘛 他不是明燈的嘛 施永清那些呢 他那把嘴呢 一咒你呢 你很大喔 我跟你說 哎呀 聽下他怎麼說 基金界朋友就說施永清聽 由於呀 美國政府呢 就有一份叫做限投清單 而這份東西呢 現在越來越多公司在裡面了 所以呢 很多的投資者就撤資了 巴菲特呀 都沒有賺盡就已經清授自己的存貨 巴菲特是股神來的 可能因為這樣啊 所以亡革就糞了 你想一下 哎中國好啊 接著巴菲特呢 在這裡不停沽 不聽他老友講 那亡革是不是生氣啊 以往拍檔了這麼久 我覺得中國好 你幹嘛說不好啊 但是巴菲特不理他啊 繼續沽 於是乎 憂憤至屎啊 簡單講就是活該 還有呢 如果美國的問題不要緊 我們拉攏澳洲 拉攏歐洲 甚至乎拉攏印度 俄羅斯 中東什麼都好啦 嘩 施永清不是的 他說美國向盟友施壓 有同一陣線啊 所以要西瓜靠大邊啊 即是我們現在中國呢 就變了是 挨打 完全是跪地挨豬那 沒得搞啊 哎呀 天滅中國 全黨史青江啊 於是乎拉 即是他指 香港和中國的那個金融地位 是要靠美國的恩賜的 沒有美國奶媽那些奶水呢 即是拜登政府的九千億 要解散國會給他各樣的時候 要跟人黑食的啊 沒有面子的啊 哎呀 嘩嘩嘩嘩嘩嘩 這樣樣的啊 哎呀 我一直不是這樣想的啊 我覺得中國很強大的啊 嗯 好傷心啊現在 我看一下先 好啦 所以香港要做國際金融中心 要資金捧場的嘛 現在沒有啊 人民幣又沒有自由流通啊 那所以啦 你沒有啊 沒有啊 國際金融中心沒有啊 那還有他說呢 還說呢 駝家咧 還衰咧 你靠中國那一疊你都反聽咧 他是這樣說的 以個人計香港人平均投資能力呢 是比那些歐美國家更加厲害的 但是呢 香港只有七百五十萬人口的嘛 整體力量有限 所以啦 你怎樣考慮呢 怎樣做好呢 他買個關子哦 下星期再說哦 那我們等他下星期的篇章啊 好刺激哦 突然之間 是不是有得扭轉呢 一於這樣啦 我們跟著施永青說的東西 如果做不到就斬他的頭下來 好啦 但是金融中心這個 國際金融中心為止 許正宇和李家超都彈了起來了 湯敏亮爽身哦 他叫你查一下出師表哦 你有事都好害怕的 你如果查台灣的新聞呢 他又彈一些簡體字給你的 嘩這個什麼事啊 法教醫院八殤男病人 被發現接駁這個喉管 前頸搶救無效死亡哦 你救人還是殺人啊 不過 法教醫院對此感到難過 對病人家屬深切慰問 以及會提供適當的協助的 全力配合警方調查 就是這樣啦 嗯 說回這個李家超先 李家超就說啦 香港優勢眾多 不要妄自匪博 自我柴台啊 這個是不變的DNA 又漂亮又美麗又有DNA 這樣啊 他又說啦 香港仍然是國際金融中心 無用之二啊 香港是有普通法優勢 西方媒體呢 那個質疑是站不住腳的 他當時是這樣說 你不出現現場就沒事 不是這句 大家一再聽到一種說法 香港無法維持獨特性 用我在此澄清啊 香港是國際主要的金融中心 無用之二 那是的 就是退息的意思 沒有人成交的意思 會計師行都倒閉的意思 但是他說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承認的 而且讚揚它 那個制度框架穩健 所以其實 你知道了 有這些聯合國 IMF那些 這樣的腐敗組織 收了很多中共的金錢 所以其實美國呢 是應該去 著手處理這些這樣的組織的 另外啦 有財富局的許靖宇 他就說 香港市場啊 是具備國際性綜合性增長性 哇 排比喔 懂喔 有看過國內的雜語 各樣的 懂用排比喔 國際性綜合性增長性 即什麼Q都有啊 中東資金都來上市 增長性 真的呢 哪個增長啊 貨產公司增長啊 變成國際金融中心為止的說法 站不住腳 那又是 你為止應該是清剿所有的東西 你現在的東西都在收拾 還沒有收拾 那你要成為真正的為止 到此為止 那你是要有個止字的 要有個stop sign 即是好像開車一樣 你去到那條stop line 你要停 那現在 你只不過是吹緊 好像施永青話頭 吹緊這個滅字 那所以 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許正義說 不是一座高樓 或者一座石碑 私家壓力就會倒下 一座高樓那麼容易倒下的 你那些什麼樓啊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那個成就 倚靠的就是一國兩制的獨特地位 即是他壞了的話 你一國兩制怎樣 民族罪人 大鑊啊 無怪乎施永青之前就在這裏說 毛澤東當日就是為了國家的安全 才將香港交給英國的 而且根據鄧小平路線 朱永基都說頭 如果管不好香港 即是好像今天這樣 民族的罪人 習近平 民族罪人 所以施永青sir是直接指出 誰啊 一手摧毀香港 習近平 民族的罪人 天滅中國 全黨史青江 不過 許正宇呢 繼續講到 中長期而言 即是短期你見不到的 你繼續看到這個輕的動能 明日復明日 明日何其多 是吧 今集我又很傷心 即是因為呢 我原本想著施永青有些打氣的說話 一直我都對中國和香港 是抱有非常大的期望 希望各樣的 啊 今天竟然被施永青這樣 即是啟樂一番的時候 撥一盆冷水 有錢我也不放在這裏 哎呀 害怕啊 就是這樣 好今天講到這裏